马国心马国心 是他 他可是今天赛事会的主角 京城里的主人 姓马 宁天龙 貌比潘安 才过此见次不必说了 他还家财万贯 性情豪放 单是仗义输财这一条 就够他美名远播的了 这凡人果然是玉树零风 一表人才 欢迎各位来到赛事大会 马国心马国心 赛事诗无题交由有遍地 感谢诸位今天的光临 赛事大会现在开始 我先来我先来 青青二八年华 爹爹富甲天下 公司若是有益 成楼被你买下 一致千金伟大 真心把人融化 但恐城门太小 不敢带你回家 朋友怎么了 那是我爹的有钱 哼 项目虽好 但言语轻薄 我我来 绕迪流 绕迪牛 流运青 羹青包 羹田山好催 羹田山 羹田山羹岔 好诗 姑娘 好诗啊 这又有牛 又有青包 还会羹田呢 对了 姑娘是不是刚刚放下稿头 就马上赶过来 公子 您听错了 刚才那位姑娘口齿不清楚 不如我来替她说吧 要低柳 柳硬青包 更添三好翠 好 好啊 好啊 马公子 姑娘真是对不起 刚才我没有听清楚 姑娘可否再说一遍 公子听好 绕迪柳 柳硬青包 更添三好翠 快对呀 马公子 马公子 公子 公子 你的扇子 马公子快说呀 姑娘 姑娘 您的上连是绕低柳 柳硬青包 更添三好翠 我这下连嘛 隔岸花 花分东西 却显一脉香 说得好 真是精彩 姑娘过去 小儿 姑娘 姑娘 闲三铁蛋 卓而不凡啊 清零飘逸 天女下凡 柳兄刚才说的是 这副对脸 天龙兄说的是 当然是那位姑娘了 老天到底能生出多少 清零水秀的女孩啊 见了今天的女孩 我才发现 自己原来是只井底之蛙 柳兄 我有一种预感 我和那位姑娘 是前世有缘 今生再续 我第一眼见到她 就觉得 仿佛我们已经认识了一千年了 天龙兄这话 多有耳闻啊 这次我是认真的 天龙兄每次都是认真的 只不过 前世之缘 续不过三天 便要了不下门了 从前那些雍之俗粉 怎么能和今日这位姑娘 相提并论呢 我要向你证明 这次我有多认真 来人呐 公子有何吩咐 就是找遍全京城 你要把在今天 赛事会上出现的蓝衣姑娘 给我找出来 是 姑娘 您是打劲还是住店 那个 外面的树林太黑了 我昨天晚上在那待了一夜 只听到大风呼呼地吹 我真的好害怕 有人跟我说 你们这儿可以过夜 姑娘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是 不能告诉你 这是秘密 反正你跟我弄街房 搞得亮亮堂堂的就行了 你有银子吗 没有银子 您还是睡您的小树林里去吧 银子 什么东西啊 你故意逗我玩吧 你看 就是这个 这个呀 我有 你看 比你的还大 这是马府的银子 你从哪弄来的 是那个叫马天龙的给我的 小二 带这位姑娘去上访 好 好 好 不对呀 这姑娘疯疯针针来路不明 难道和马大公子有什么关系 还是先稳住了她 然后再到马府去问个明白 才更加稳妥 客官 您是打劲呢 还是住店呢 当然是住店了 有房间吗 麻烦您是打劲呢 您先付银子 最近骗吃骗喝的人太多了 不得不防啊 您先付银子吧 银子那东西是身外之物 对我这个身怀法术的人有何用啊 法术 您这蒙小孩呢 这条街上打挂算命的人 谁不说自己身怀法术啊 再说了 一看您就是出来乍到 这满城身怀法术的人 全都住到王爷府里去了 谁还像您这样 满街的溜达呀 王爷 什么王爷 说起这位王爷呀 话可就长了 年纪轻轻的 既不爱江山又不爱美人 一心只想成仙 整天只和您这样 身怀法术的人谈一些论道 至今连老婆还没娶呢 你说的是真的 不信 您可以亲自上王府去问一问 万一要是被王爷相中了您 您可就发达了 对呀 要是有了王爷这么个人 给我做后盾 就不怕别人瞧不起我了 嘿嘿嘿 小哥 我多谢你了 我这就到王府去 你 你 哎呀 今天怎么竟碰到些 招三不招两的人呢 王爷 好些了吗 好些又能怎样 肉体繁胎总难摆脱生老病死 以我看呢 只有成仙 成仙才有出路 凡事有利便有弊 能够苦中作乐 才是真正的大车大物啊 就拿策利王妃这件事情来说吧 只要您求道之心不动摇 有个女人在身边虚寒问暖 有什么不好 一定比小人我伺候的更周到啊 我 我给您挑选的女子 当真是万里挑衣 国色天香啊 不信您明日瞧就便知了 小人若有半句夸大 您 您砍我的头 好了 你的头和那姑娘 我都不要 以后 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 不是小人惹您心烦 是老太妃她 实在是放心不下呀 您瞧 我这候选的美女都准备好了 您连看都不看 这不是存心跟老太妃过不去吗 万一老太妃她真的动了怒 那可就麻烦了 您就算实在是不愿意 也应该装装样子 装出个恭敬孝顺的样子 让老太妃开心才是啊 王爷您就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处理吧 是 开门呢 开门呢 楚弟 你没事吧 徒弟 徒弟 徒弟不好意思啊 你没事吧 没事 习惯了 五公主 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我是听说王府在民间选美 我特意来这看看 没想到就听到你砸门的声音了 徒弟 你最好了 你快带我回家吧 要是五公主的灵石在身 那 那 那我还不会自己走啊 可你现在法力全失与凡人无益 小心我只有挖洞才能救你出去 挖洞 对 那多长时间啊 起码要一天一夜吧 姑娘 王爷有天 好 有人 有人 快 快点 七只挖洞啊 不好意思啊 姑娘 刚才是什么声音啊 哦 刚才没什么声音 我在做运动 哦 王爷有请 王爷 王爷 王爷是谁啊 我没兴趣 我们王爷血统高贵家世显赫 就连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想见他一面 也是难如登天啊 哼 王爷因为不喜欢那些雍之俗粉 所以得了个不尽女色的名声 其实那是他品味高雅 多少大家闺秀都被他拒之千里啊 也罢 也罢 姑娘要是不喜欢与王爷相见的话 尽管说明 待我禀明王爷之后 立刻送姑娘出府 雍之俗粉 她不喜欢 难入法眼 不计女色品味高雅 知己难求 那你还不出去啊 你要是不出去的话 我怎么梳妆打扮呢 笑人告辞了 这天上地上 有哪一个男人 能逃出我的石榴裙 啊 哼 嗯 嗯 哎 哎 干什么呢 把他给我抓去啦 慢着 我在这儿待了一夜了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不但不迎接 还敢对我不敬 嘿 你一个痴心方睡在门口 怎么都没人管啊 大胆 你说谁是石榴裙啊 把他给我抓去啦 是 快些 我要与你们王爷相见 还不去这儿笑 笑 快去 快去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王爷 小人保证 这个姑娘一定会合您心意的 更能讨得老太妃的欢心哪 我只是尽一份孝心罢了 小人明白 启禀王爷 有什么事啊 门外有神仙求见 哦 那人能凌空而起一跳石杖 据说是神仙下凡啦 哈 果真如此 王爷 那位姑娘已经等候多时了 您是不是 哎 我们先去看看神仙吧 走 快快 快把他抓下来 抓下来 抓下来 这便 网友 慢着 快下 走 快 overwhelmed Ma 快이야 快ếp 你 extra 医院 tent 看看 是不是别有一番情趣呀 你是何人 从哪来 要到哪去 我从来中来 我往去中去 我和王爷相见 这也是今生有缘哪 法师 您真是谈吐高雅 如若不弃 我们到府中一去 看起来别人所言 果真不虚 王爷真是一心向道啊 不错 不错 小王 一心都想成仙 之奈没有人懂 得不到指点 在我的门口当中 就属仙师的法力高强啊 仙师 您可否受本王为徒 其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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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位高觉险 小的不敢高攀哪 不过王爷一心想成仙 凭道 倒能助您一臂之力呀 好 法师 您所说之言可是真的 受小王一败 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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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 如若不弃 从此以后 你我二人就同起同坐 什么 他不来了 为什么呀 你没有告诉他 我在等他嘛 现在是谁等都没用了 外面来了个神仙 王爷他 什么 神仙 我才是如假包换的神仙呢 我 环娘 来了来了 姑娘 你耐心等等 等王爷什么时候有空了 他会来看你的 什么 要我等他空闲了 我 环娘 来了 喂 你们也太不把神仙当神仙了 五公主找我 谁找你了 五公主 怎么了 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神仙 王爷 以后你就可以放心了 是他 真的是他 想不到这个王爷还是一表人才啊 不是王爷 是那个狗官 贾大人 众神弄鬼 火烧七公主的那个家伙 他怎么到王爷府来了 一定啊 又想骗人 怎么会是他呢 这狗官一来啊 保证没好事 五公主 我还是回去挖洞吧 咱们快走吧 小老头 我问你 六妹有没有拿贺鼎红去规论洞啊 这个当然 只怕这时金着早已生炉火虎 干脱那条胳膊了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不走了 什么 他居然敢冷落我这个神仙 去跟一个骗子来往 我若不揭穿他 给他一个教训 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啊 给他一个教训 他是谁啊 王爷还是假大人啊 三姐 四妹 你们怎么来了 哎呀 鸡渣他怎么样了 啊 他已经醒过来了 正在潜心修炼恢复法力呢 哎 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哎 你们这是 我们来找麒麟子啊 对 让他指点我们上天之路 我们要把红儿救回来 嗯 上天救大姐 你们 哎 那我怎么不行啊 哎 只许你们神仙下凡间 就不许我们这烦人上天了 只是麒麟子前辈正在山后的洞里 明思修炼呢 那你带我们去找他 可是 依麒麟子的性情脾气 我怕他 你怕他不帮忙啊 没关系啊 那我们就放火烧了他的洞 然后用大炮 我们轰塌他的洞 是吧 表哥 表哥 我们现在是来求人家帮忙的 你思问点行不行 思问 思问管什么用啊 思问多少钱一斤啊 思问 我告诉呀 对付他们这些自以为是的神仙 就不能思问 我还是觉得董勇说的有道理 他虽然性情古怪 可是心地善良啊 我想 我们好好求求他 他会答应的 走吧 我带你们去 真有意思啊 你快起来听听 听听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什么呢 我看见董勇他们在求麒麟子 麒麟子脾气古怪 董勇就是贵一辈子 只怕也没用啊 你快起来听听 他们求麒麟子干什么呀 多事 五公主已经下凡多时了 也许能听到他的消息啊 放我出去 你听到什么了 放我出去啊 我听到有人在哭啊 哭 谁在哭啊 我非干掉他不可 你干什么去 我要干掉他硬实王 他天天在哭 哭得我心烦意乱 我不得不拿棉花球 塞住耳朵 我呀非干掉他不可 你冷静点 冷静点 来 把耳朵塞上 这回好了 什么也不用听了 只要董勇他们不上天 必咱们有何相干嘛 你说什么 我 听不见 老神仙 我们要上天 请您指点通天之路吧 前辈 我与红人若能团聚 一定不忘大仙的恩德 前辈 您帮大姐逃脱淋雨 就是我们七个姐妹的恩人 董勇愿常会不起 以明我心 哎呀 表弟 你都跪了两个时辰啊 里面一点冻点都没有 他会不会是睡着了呀 哎 董勇跟时辰言辞恳切 这前辈 也会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 是啊 我看就是蒙人蒙事 前辈宣明远扬 难道是浪得虚名啊 哎 没准是装傻冲浪 骗我们凡人开心呢 哦 那可惨了 这神仙 这神仙戏弄凡人 可是要遭天谦的 是啊 我忍不了了 齐连泽 你给我听好了 啊 我表弟和时辰都跪了半天了 你你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到底出来不出来 你说句实在的行不行啊 啊 你别拉我 你要再不出来的话 我可要发火了 我要是发火了 我告诉你 我于日发起火来是很厉害的 你知不知道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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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你别拦着我 不可无理 问题是他先无理的 你起来 我 表哥 去你呢 我 哎呀 哎呀 中招了 中招了 我当了这么多年的神仙 没挨过打呢 此车不报 我怎么再做神仙呀 你这臭小子 你不要跑你 给我站住 是谁打伤了神仙 于日 你这个臭小子 你马上给我道歉 否则的话 我绝不轻饶 你谁啊你 我 我 我是这个 我是麒麟子大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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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麒麟子啊 你 你 你怎么现在才出来 啊 你到底帮不帮忙 你敢去通话话 你敢去通话话啊 你 表哥 你敢打神仙 还要我帮忙 我打你怎么的 我打你能出来吗 你胡说 哎 哎 千里远 是沐尔 齐女子大仙被凡人与女女给打招了 你胡说你 这都是因为他 没有同情妻 对 这与同情妻有什么关系啊 做神仙就要有做神仙的做派 神仙的操守 哪有凡人一求就答应了的 抬下老君 去脚大仙 你们快来看看 好了好了 别喊了 别喊了 我答应你们了 四华当真 当真 不过 我有个条件 月老 好了 好了 我没条件了 没条件了 我没条件了 我没条件了 我全答应你们了 那谢谢老神仙 我懂得谢谢你 我替我家娘子也谢谢老神仙了 谢谢前辈 谢谢大仙 见你们如此执着 我也只好答应 不过 你们肉体凡胎 就是神仙也不能把你们带上天庭啊 那可怎么办啊老神仙 幸亏我这喷轮山上 有个人所未知的通天之门 通天之门 通天之门 本来是用来求恨各路妖怪的 让他们上不昭天下不昭地 千百年来从未有人进去过 据我所知 这是天上人间的唯一通道 你们敢不敢走这一遭呢 老神仙 请你偷钱带路 你们看 这里就是可以通往天庭的通天洞 阿吕 你放心吧 我答应你的一定能做到 那你答应我一件事 一定要平安归来 阿吕 阿吕 三姐 今天我要上天庭 生死未有 我真的很想平安回来 要是回不来的话 就请各位姐姐照顾我家娘子 我和你们一块去 那不行 天上的神仙都认识你 你要是去了更麻烦 对对啊 世神 我看 你还是留下 照顾他们吧 可是 你们这都是为了我和红尔 我的心里 哎呀 没关系 我们都是兄弟 别说这些 这是信物 这是什么 天老的羽族看到他 就会放你们进去的 哦 如果你能平安回来 这个就是你的了 给你 这是什么呀 这是震天雷 也许你们用得上 给我吧 不行 震天雷威力无穷 给你 我不放心 给我是你 那就谢谢神仙了 表哥 我们走吧 走了 哎 表弟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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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有啊 有没有 快把那震天来给我 哦 嘿嘿嘿嘿 哎 怎么样 这个老山羊还说不给我 怎么样 到我手里了吧 关注我 老师先说了 你不给你 干嘛不给我呀 我又弄不坏的 表弟 你就放心吧 啊 表哥 那你拿着别闯祸啊 哎呀 放心吧 你表哥我什么时候是个 不负责任的人啊 啊 你负过责任吗 喂 哎 有你这么说你表哥 嘘 来 来 来表弟 你往里走 快 你先表哥 没事我拿着这个呢 我养活你 你先 哎呀你走了 走走走走走 走啊走啊你 哎 哎 哎 表哥啊 别扯我了 哎 哎 表哥 怎么我们走了这么长时间 还有这么长一段 你怕不怕 表哥啊 我我我 也没事啊 我不怕不怕 你不怕就好 你不怕我就放心了 要不然我也会害怕的 我怎么会害怕呢 啊 表弟 我告诉你 其实我呀 就有一点点害怕 不过你放心 就是一点点 表哥那可不行啊 一点点含糊都不行啊 要不然 谁保护我啊 我保护你啊 我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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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说的 哎 哎 表弟啊 哎 表哥 别出声 哎 哎 你听 没事了 没事了 哎 哎 真的没事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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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 哎 哎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害怕吗 你吵什么呀 我不是 我没害怕呀 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 我告诉你说 你不要吓唬我们 有什么呢呀 你会叫 我们也会叫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发明家我叫于日 是不是表弟 我叫出来 我吓死你 叫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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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上天找大姐的 我不管什么大姐不大姐的 再不回去我就一拂两断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我告诉你啊 你看这是什么 大仙 我可告诉你啊 一看你穿的衣服这么没有档次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这叫震天雷 我这一下去 甭说一拂两断了 就是整个破山洞 我也给你震塌了 有本事你就来啊 你把这山洞震塌了 你们也照样上不去 表哥 你先走 我来对付他 表哥他不见了 不见了 不见了 表弟 别害怕啊 我不怕 刚才只不过是一些幻影 没事的啊 光剑 我们还有这个呢 有你在我就不怕 不对啊 这怎么突然变红了呢 是啊 这怎么回事啊 这怎么回事啊 我说 我也不知道 怎么 怎么又出来一个啊 我也不知道 你贵姓啊 相逢其实有缘 你又何必问我贵姓呢 二位年少英俊 何不留在这里和我做个伴呢 我告诉你表弟 没事的 这只不过是个坏领 等我一抱就没事了 我 我去了啊 你这不消失 你都不划成烟子 你不喜欢我 会比牛牛捏捏的呢 又不见了 表哥 这次是不是又是幻觉 不是 我看这儿雨消灰是越来越多了 我看咱们还是赶快走吧 快跑啊 表弟 快快 表哥 我看见阳光了 我也看到了 表哥 我们到了 表弟 走 我们上天了 你别在我这转了好不好 影响我的工作了 我啊 我也不想转 我 我确实是受不了了 我 你有什么受不了的 你听见东西了 我啊 我就是听见东西 我 我才痛苦呢 我把耳朵都是 殷尸王大哭的声音 嗡嗡 就像一只苍蝇 不对 是一群苍蝇 在我耳朵里啊 飞过来 飞过去 我 我怎么听不见啊 你当然听不见了 你又不是顺风耳 我 我 我真受不了了 我 我恨不得啊 把这殷尸王 我给他抓起来 我找一根针 一根线 把他的嘴啊 一针 一线 缝起来 我受不了了 你陪我去吧 干什么 你真的要去天牢 去缝殷尸王的嘴 是 是啊 快快快 走 咱们去找王母娘娘去 你陪我一起去 快走吧 我为什么要陪你一起去 快走吧 小哥 这就是南天门了 这就是南天门了 我们到了天庭了 天庭太漂亮了 表哥 我们快走 别到时候让什么顺风耳千里也发现了 表哥 你要干吗 我跟你讲 这个震天雷 我从来没有使过 不知道法力如何 你说一会儿我们要是碰上什么天兵天将 他要是什么法力都没有 那岂不是害惨我们了 所以我要 所以你到底要干吗吗 我想试一试他的威力 我看他的法力能不能把这个南天门的牌匾给打下来 到时候我给你看看 表哥 你别再闯祸了 要是 以后有机会再试 我们还是赶紧去找大姐吧 也是 快走吧 不是 你先让我打一下 不 快点 你先让我看看 你别拉我 千里眼 顺风尔 被吵得在南天门天天转来转去的 转得我头都晕了 是啊 都转晕了 怎么会这样 一个大魔头怎么会如此的没有出息呢 此事一定是另有技巧 王母娘娘 应该派人前去勘察一下 不过殷师王的来历非同寻常 谁又能知道她的心思呢 表哥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还用问吗 一看就知道是路标啊 可天狼在哪儿也没写啊 那边看看 走 那边看看 走 表哥 你看 天 天牢 找到了 找到了 这就是关大姐的地方 走 等等 表哥 我看这个好像不是牢字 倒像是缘分的园字啊 什么园呢 这明明就是个牢字嘛 天牢 哎呀 你别说了 走走走走 走啊 走 这天牢的条件怎么这么好啊 可不是吗 哎 表哥 要是要是不知道的话 我还以为这儿是哪位神仙的府邸呢 嘿 有道理啊 哎 我看大姐啊 在这儿也吃不了什么苦 哎 咱们 嘿 也就不用救她了 嗯 嗯 施生和大姐两地分隔 那才是真正的受苦 哎 是啊 是啊 哎 这是什么呀 哇 你是谁呀 嗯 你 你 别动 嗯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哼 瞧你穿这副德行 你也不知道 震天雷 对不对 嗯 嗯 麒麟子这个老不死的东西 他又拿我来寻开心 你们上天庭来 是不是走的 他就通天道啊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你认识麒麟子啊 哎 我不但认识麒麟子 我还认识他 他叫董勇 对不对 哎呀呀呀 我认出他来了 哎 原来他就是上次 送 送 送忘情水的那个神仙 对 表哥 他就是月子 嗯 哎 你来了 把这玩意放下吧 哎 哎 你们到天庭上来干什么呀 是不是 为大公主的事 哎哟 这神仙就是神仙 真聪明 一猜就猜对了 我们是为大公主来的 哎呀 月老神仙 就别说那么多了 你告诉我们 天牢在哪 我们刚才从你这门上 看到两个字 写着天牢 所以我们就给骗你来了 我什么时候 写过天牢两个字 那是天元两个字 表哥 我说是缘分的缘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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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老神仙 我求求您了 您告诉我们 天牢在哪 是啊 让我们去救大姐 月老 行了行了 我送你们去吧 真的 不过 你们这个打扮 也进不去呀 嗯 你看月老把我们打扮成这个样子 像什么呀 嗯 像强盗吧 哎 哎 哎 别弄 嗯 嗯 喂 你们干什么 天牢尽你不可擅闯 你们是哪个区的 嗯